记者年相晚台北报道,在台发展的23岁马来西亚女星刘倩问出道5年,去年加入伊林娱乐,将事业重心转往台湾,日前她凭主演电影阿奇洛货班,2017年东京影展原始奖肯定,与松刚莫忧,石桥敬和法国女星A.Bloin D.Honey等人一同获奖,刘倩问上台领奖时表现镇定, 事后才透露紧张心情,原想给自己在5年时间奋斗,我没想过能这么快站上国际的舞台,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座奖项,刘倩问货班东京影展原始奖,对于获得人生中第一个演技奖相当开心,东京影展提供,东京影展今年特别新设原始奖,用来鼓励有潜力的新生代演员,刘倩问成为首届获奖者, 他表示先前去年才下定决心当全职演员,跟伊林签约,去一座新的城市重新开始,这个决定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,而回顾这5年演员生涯,有期有落,中间一度想放弃,这次获奖,对他来说意义非凡,是很大的鼓励,刘倩问参加东京影展,伊林提供, 他18岁为分担佳继出道,先以模特儿身份敞当演艺圈,后被制作人发掘去演戏,踏上演员之路,至于为何来台发展,他套路因上一部电影流连忘返,导演安排台湾老师上表演课,加上常常往返台马两地,他逐渐爱上台湾浓厚的人, 文气喜决定来台发展演艺事业,他去年接演中天让爱飞扬演出,在台东Longstay拍摄,结果遇到好几次台风,笑称对台湾的台风印象深刻, 我记得是尼伯特台风那时候,我宿舍窗户被吹破,雨水全灌进房间,我不知道台湾台风威力这么强,吓死我了,当下我以为我会被淹死,幸好最后平安度过拍摄期,戏剧也顺利杀青。